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台湾高铁彰化社头路断搏,三日午间发生高架桥下火警意外,火势一发不可收拾,大火不断往高架桥柱燃烧,在浓浓黑烟包围下岌岌可危,附近运动的居民发现后赶紧通报消防队,火势在15分钟内熄灭。 台湾高铁表示,当下周派员巡视状况,幸好火势未影响列车通行,消防队现场清查未发现将关注燃剂,质疑是附近居民燃烧废弃物或苗扩散所为。 社头消防分队表示,昨日午间货报社头后路上邻近自行车道旁发生杂草火警,赶紧派遣两部水车前往灌救,到场后发现火警现场上方为高铁高架。 当时火势相当凶猛,燃烧面积约300平方公尺,经15分钟不断灌水扑灭才控制火势,无人员受伤,清查现场时并没发现可疑助燃物。 社头消防分队长黄伟良表示,火警现场有两处面积燃烧,一处面积较小一处较大。 由于地处偏僻,无果园也无农田,不排除市民众燃烧废弃物或苗飞散引燃。 高铁彰化站专员周淑娟表示,高铁13.25分分接获火警,保全20分钟赶底现场时火势以火控制。 周淑娟说,这是彰化路段第一次接获高架桥下火警意外,高架桥设计是才百年建筑标准。 虽然火势浓烟一度猛烈,锁性高铁桥柱未受影响,列车也正常行驶。